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曾发生一例惊天绑架案件 被绑架人竟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李泽举 这真是真实的一水 头上冻土了 李嘉诚啊 每个中国人无不知晓 但是故事的离奇之处是 最终李嘉诚花费十点三八亿港元的赎金 李泽举最终才被赎回来 那事件的原委是什么了 是什么人竟如此暴自胆呢 没错 还真有这么一个肚子吃雷的人 此人正是越西绑匪头子张子强 在当年 这段故事在正式媒体都是是不敢刊登的 原本只在坊间流传的绑匪谈资 现在事情也过去将近二十年 现在不防八亿八支越西头目究竟是以怎么面目呢 让我们往下看 说说无妨 张子强1995年到1998年 绰号越西大富豪 广西玉林人 在四岁时就跟随父母在香港定居 当然有一个香港犯罪集团首脑肯定就是他了 当然李嘉诚儿子都感动他 此人来头不小 此人曾在香港绑架出了豪门 当时却无人感动他 这背后又是什么呢 势力是有多大 在香港真的没有人动感他吗 他确实说自己是有组织的 连他自己都怕离奇的事 暗场里都是说不清的 张子强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加上又是绑匪事件 简单的说就是绑匪都不是一般人 绑的人更不是一般人 可见这中间的风险难以预知和评估 事情一旦败露需要承担多大的代价 也只有他们绑匪自己能担待 其实在绑肖李泽剧之前 91年的时候张子强就曾经在汽车机场 实写行劫一辆结款车 你可以想象真实的开火枪战场景 小编只能以电影画面冲脑 但是张子强被抓后上诉了法庭 当时是因为警方证据不足 1995年6月22日 此人最终被香港最高法院当庭释放 在这里开始惊讶了 一个匪头枪战开火 最终无罪释放 最终还是走的是司法程序 不是越狱 一个匪头能这样 肯定是支持武装过自己的 离我们那些简单的粗暴的狂野匪帮有差距了 至少这人是高智商的犯罪头目 或者背后就是有一帮脑子 全是聪明的东西装着的团队 一句话整理 就是没有他不敢干的 当然邪不压正 最终是几匪头在广东落 可见对于张子强犯罪集团来说 他们这个犯罪集团犯罪时间跨度 人数之重 设资巨大 当时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而落网后张子强最终留下的巨额财富 最终又是一个米 但是不管如何 张子强的财富拦路不正 最终他的本身为自己列行付出惨重代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些爱财 非常规所取 最终都是灰飞艳灭 那些我们努力的取之有道的 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此文类自愿说是 入住一点资讯 原创文章 请勿转载